从这个星期开始我们将会一连六周 播出Cnex 机不可失纪录片影展的精选片段 第一周我们要带大家来看一间梦想美发店 这部纪录片它讲的是新移民女性嫁来台湾 但是又面对丧福之后的处境 而她们展现出强韧的生命力 我家人是姻叔来自南岳 同塔城 我嫁过来台湾已经十年了 生孩子出来满月 三天 我先生又突然过世了 就我小叔跟我说我没有身份证 所以不能留在台湾 我说真的吗 那这样怎么行 要不然没关系了 我帮我孩子回越南也可以 她说不行 孩子是这样家的 是他们的 所以要留下来给他们养 就从那时候我就开始出去 所以 表姐真好 阿姨 你的头发要不要修剪一下 我帮你剪 不用剪的 好不好 来 妹妹 你也可以来哦 不用啊 其实我个心也是很软弱啊 动不动就哭的那个 可是现在越来我越健康了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哭也是没有什么用 因为哭的时候就头脑比较不会想出行 那我干嘛要哭 我哭等下眼睛也肿起来 那不要哭啊 那去找个办法比较重要 我一九以来都是准备我的身份证就这件事 但是已经五六年的一九准备还没有完成 就是规定要是十一万四千七百二十块钱 那你本身的话 然后你要提付这个财力证明才可以办 那如果说我没有这些财力 那我是不是永远不能办的 我想一想不知道为什么台湾的政府 对我们现身死掉的那些人这么严格这样 我现在还用这个记录证 就是刚才是还的一年就是一千块 那我就怕如果我没有印一千块 可是那个记录证到齐了没有办法去还 那我不是台湾国籍 也不是越南的国籍就好可怜 到我们家了 你还要有点的哈 所以你想要在台湾有什么样的生活吗 就一定很努力 再多努力一点 特别人 对 太好了